我身旁的这台车就是全新的奥迪A6L了 它也会在今天的晚上8月24号晚上进行一个重新去的正确上市 它的一个起售价是427,900块钱 作为一款经久不摔的中大型豪华轿车 它每一代都堪称经典 所以说三年上市以来 它依然保持一个月销过万的一个佳季 而时隔三年它也是到了一个幻星升级的节点 而且这次也是全新的一个设计 我们带大家好好来看一看 这次奥迪A6L的一个变化最大的还是在于它的前年 现在这台车是一个动感型 它的中网发现了明显的变化 里面使用这种熏黑的一个点正式的一个扇 搭配上下方重新变化的一个C字型的镀铬装饰 和一个矩阵式的一个LED大灯 整个车头比现款要来得更加的运动一些 当然了这台奥迪A6L也是有一个豪华型 也是使用了经典的一个6幅式的一个横扎 也是非常的有一个质感的 好车身侧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主要是在于轮毂上面 它会根据你不同的信号 配备两种不同风格的轮毂 在车身尺寸上也和现款保持一致 它的车长会超扣5米 然后轴距也是超过了3米 所以说整个车内的空间依然非常的宽敞 而且也是一个家常的一个车型 所以我们再来到尾部 基本上是和现款没有太大的差别 其实在后包围区域也有两种不同的风格 上方依然是一个鲨鱼鳍 然后这个尾灯也有动态点亮的效果 好在上车之前 我来给大家提醒一下 它是这次新增了一个照地灯 所以说要比上次的一个版本更加有科技感 车内整体的一个变化没有太大的 依然是三连屏 然后一个虚拟若仓的一个设计 只是在豪华感方面 在细节上面更加深入人形 比如说新增了这种胡桃木的一个饰板 好可能 然后也是使用了那种繁毛皮进行一个拼接 这是个动感性 而且在质雅型上面 是全LAPA皮的一个真皮座椅 所以说它的豪华感更加的不错 来到后排 应该是奥迪A6L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进行了一个家常 所以你看到整个的一个空间要非常宽裕 而且这次也是新增了USB接口 然后也是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有空调控制的一个区域 而且在一些质雅型上面 也是新增了这个舒适的头枕 我们这是动感性 所以说它没有配备 原始这个帆毛皮的座椅 进行一个拼接 就再来说说它的动力 现在是配备了2.0T和3.0T的发动器 使用2.0T分为高低功率 低功率的一个峰值扭矩是320扭矩 高功率的350扭矩 然后3.0T配备了48伏的一个轻魂系统 它的一个峰值扭矩是500扭矩 然后全系也是使用七速双离口变速箱 然后45TFS车型是有配备市区夸球的 新款奥地A6在豪华港和苏生项更强了 而且也多了一个更加年轻运动的前年 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目标群体 不仅限于一个商务用法 也是朝着一个年轻化和家用化发展 至于它的一个销量如何 我们后期拭目以待